握握手简单寒暄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12月1号访问中国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会谈 两人也谈及欧中关系 习近平指出 米歇尔主席代表欧盟全体成员国 在中共二十大结束后不久访华 体现了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良好意愿 米歇尔表示欧盟坚持战略自主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并愿意和中方办好下阶段高层交往 加强共通协作 更好共同应对能源危机 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 习近平则是提到 要共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可靠 反对脱钩锻炼 习近平也强调 中方将向欧洲企业保持开放 希望欧盟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而在无畏战争方面 习近平重申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 米歇尔则是促请习近平运用他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让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尊重联合国宪章 在美中交恶的情况下 米歇尔与习近平的会谈也显得格外重要 也显示欧盟有自己跟中国相处的一套方法 而先前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在印尼会晤之后 美方宣称古勤布林肯将访问中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对布林肯希望访华跟进会晤 后续工作 中方表示欢迎 美中两国在元首会谈后都稍微释出善意 也让外界期待两国紧张关系能够获得缓和 华语新闻孙玲组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